从白手起家到航行四海 从有海无防到强大海防 从13个人的部队到五大兵种席权 人民海军从江苏泰州白马庙起航 到今天已走过70年风雨 时至今日 中国海军逐步发展形成 由潜艇部队、水面舰艇部队、航空兵部队、陆战队和暗防部队组成的五大兵种体系 成为中国海上的钢铁长城 海上钢铁长城如何铸成 中国海军的无子长啥模样 现在小心带你见识一番 老大潜艇部队 以潜艇为基本装备 主要在水下遂行作战任务的海军兵种 海军潜艇部队 装备战略导弹核潜艇 攻击核潜艇和常规动力潜艇 边有潜艇基地、潜艇支队 老二水面舰艇部队 以水面舰艇为基本装备 在水面遂行作战任务的海军兵种 可攻击地方海上和沿岸 以及一定纵身内的目标 参加争夺制海权的斗争 进行海上封锁、反封锁作战 参加登陆、抗登陆作战 保护或破坏海上交通线等 老三航空兵部队 以飞机为基本装备 主要从海空掩护 支援几方舰艇的战斗行动等 是海战区夺取和保持制空权的重要力量 老四海军陆战队 以两栖作战武器为基本装备 主要遂行登陆作战的海军兵种 可单独或配合其他兵种实施登陆作战 参与海军基地、港口、岛屿的防御作战 及特种机动作战等 老五岸防部队 以岸炮和岸舰导弹为基本装备 部署在沿海重要地段 主要遂行海岸防御作战任务的海军兵种 可突袭敌方舰艇、保卫基地、港口和沿海重要地段 恶守海峡、水道、掩护禁岸交通和几方舰船